主播贏的 延续去年的成功经验 基永市税务局今年暑假 再度与中家宽萍集荣 携手合作 推出小小主播贏 今年的活动更加入魔法元素 参与的孩子们 从基础的药姿发音练习 到一阳顿挫的表达技巧后 化身成小魔法师 穿上巫师袍 上台报新闻 为学习过程增添乐趣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了解怎么当主播 和收税的一些小知识 我觉得这次主播瓶很好玩 因为可以站上台 穿着魔法师的袍子当主播 我觉得这次来主播瓶 可以让我知道瓶要怎么发音出来 我觉得这次来这里 我知道了新闻上的人 到底是怎么拍摄的 我参加这次 主播瓶的主播瓶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让我比较不会害怕镜头了 这次参加主播瓶 最大的收获是 让我可以体验当主播的乐趣 这里可以教我们怎么 把自念得更清楚 反应力更好 这次当主播原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我下次还要来 下次还要再来 透过小小主播瓶活动 孩子们增强了自信心 同时也吸得了宝贵的租税知识 税务局局长更清零现场 以魔法学院魔法师的造型登台 带领这些化身为小魔法师的孩子们 一同播报新闻 若成为公寓出租人 更有减税优惠 透过这个让小朋友亲身 上台播报新闻 他们可以学习到台风 仪表 还有口语 还有表达 相信对他们的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我们只有40个名额 因为我们经费有限 所以很快就秒杀 那可以报名到的小朋友 也是非常的幸运 那我们还有其他 另外还有团康活动 还有趣味竞赛 让小朋友在游戏中 可以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那他们在这个暑假 也可以收获满满 真的是收获满满 小朋友们勇敢地坐上主播台 生动的播报 云端发票存载制 公益发票 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消费时扫描或口述 就可捐赠电子发票 欢迎大家响应 一马在手 简单做公益 活动中还巧妙地 融入了阵风理念 将深奥的税务知识 转化为生动 有趣的学习体验 为培养下一代的税务意识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所在明显出有组织 comma 第五个 恐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